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謝文 分析師老師好 大家好 最近為什麼指數一直開高走低 現在到底要怎麼玩呢 好的 那麼基本上最近 尤其做指數期 或者可能被玩到已經扒了好幾層皮 那我先給大家一個所謂的結論 首先呢 如果說你單純看外資的動態 過去這幾天 外資每天站在一個所謂的賣方 而且賣的夜水金額非常非常大 好我再舉個例子 你知道今天外資 不要今天 今年的夜水外資 總共針對台北股市賣了6000多億 那我請問各位 今年台北股市市場還跌 那我先就短線的夜水部分 相信我今天我們錄影時間是10點58分 今天外資它會站在一個所謂的買方 外資真的比你還煩 那問題重點 什麼時候會能夠脫離這個所謂的盤整區 來我們先看一樣東西 這是上個禮拜 我所給大家的夜水圖卡 我請問各位 加權它有沒有日線 再一遍 很多是笑事 你昨天的時候 加權股價指數有碰到12708 可是不好意思 碰到沒有用 要日線的夜水收盤 它才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夜水止跌訊號 同樣的就整個OTC指數 我再給大家新的夜水答案 那再次就整個極短線的夜水角度 我講坦白 我講 我有一點小小的厲害了 今天台北股市為什麼跳空開高 因為很簡單 如果說你有在看我們的 一個所謂YouTube的夜水節目 基本上昨天我已經跟大家預告 今天會跳空開高 標題很清楚 跳空開高 可是因為昨天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C 所以開高它一定會走低 就今天有沒有開高之後 往下走低 走低 走低之後 又往上做夜水走高 那時候往下走低之後 又往下走高 老師那代表什麼樣的夜水意思 慢慢解盤 那基本上你現在看到 美國期貨是漲了200多點 可是我還是老外區 我只看廢半指數 目前廢半指數 它的空發帽價落在2296 也就是說 在前一個交易日 廢半指數 留下一條非常長的夜水下影線 那這下影線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基本上 2296最好今天就能夠收上了 如果今天收上的話 基本應該會收上 為什麼 因為今天大盤主力薪太多 所以說今天主力做手是做多的 做多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認為廢半指數會收大於2296 所以說明天會跳空開高 不然主力做手這麼笨嗎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以再跟他強調 我說主力做手操作 是架構在價格的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關價 還有包括夜水多空主力心態 那重點在於 下面的夜水支撐 若在2194 日線不要形成跌破 等於說再變 T字線是一個標標準準 非常明確的夜水止跌訊號 既然是止跌訊號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它就是要往上去挑戰 相頂的夜水位置2296 我們就觀察明天早上起床 廢半指數能不能收大於2296 同樣就加全股價指數的 夜水角度來看的話再變 基本上今天台北股市 為什麼震盪這麼樣的夜水激烈 為什麼昨天又是開高走低 因為很簡單 在過去幾天 第一件事情 它從來沒有辦法收上 日線的夜水關鍵價 既然沒有辦法收上日關鍵價 這是為什麼一跳空開高 主力做手就會站在賣方 最主要的夜水邏輯 那現在除了看日關鍵價之外 你也要把這兩個空方帽子價抄起來 尤其在上櫃指數的夜水部分 目前上櫃指數的空方帽子價落在166 畢竟目前台北股市 我講坦白單純就個股的夜水角度 它是走一個輪動 什麼叫輪動 我昨天我去漲原相 對不對 我今天回過來漲國劇 那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夜水完整的答案 那至少說 就整個極短線的夜水部分 我請問各位想不想要賺錢 老師我當然要賺錢 沒人那麼想要賺錢 你廢話幫我看你節目幹嘛 雖然你長得比較帥 好那我良心建議 你今天要賺錢你要有方法 來再看一遍 這是昨天的夜水節目 我很清楚的預告4977的安吉 等於說昨天44塊錢 因為空方AC 我們站在夜水賣方 賣完之後 昨天的安吉往下殺 往下殺 一般的頭顧節目 就只會在那邊罵 哎呀這股票 等一下 我說真的 那很沒有出息 你做股票 不能跟頭顧老師一樣沒有出息 你是需要知道多空房走價 昨天我的節目 我們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我說安吉的夜水多方法價 都在36.6 那我請問各位 今天你知道安吉最低的低點 是多少嗎 那如果36.6 你去做多 有沒有兩塊錢可以賺 兩塊錢 兩塊錢不多不少 一張一張 你可以賺兩千 沒錯吧 十張賺兩萬 就可以賺兩萬塊了 互無小補 這是極短線的夜水操作的 夜水的模式 等於說多方法價 36.6 可是老師他碰到36.6 拉起來 那我到底能不能追 當然不能追 當然不能追 40.8 還有41.9 等於說 等於說你自己要會算 這東西你要會算 你真的要會算 不知道怎麼計算的 你到我們的Telequine 或到我們Lite 8裡面 我們慢慢教育各位 慢慢教育各位 那同樣的 就被動元件的夜水角度 今天我們看到 被動元件成長的夜水大力多 可是我只能跟大家報告 尤其國劇他的操作難度 真的非常非常高 陳董事長你也太厲害了吧 搞掛一堆人 那我的建議什麼你知道嗎 基本上我比較傾向於 應該再看一天 再看一天 拜託 他哪一個月營收 沒有創歷史新高 每個月營收 把創新高 每個月營收 創新高 然後創新高之後 一條繩就上下去了 所以說我會去看 他的空方法價都在354 多方法價都在338 老師那我們放空 基本上 今天大盤主力心態他是多 你不要放空 那老師我明明能不能放空 354能不能放空 那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因為我看不到明天的主力心態 今天大盤主力心態多 那我只能跟大家報告 我只能跟大家報告 他的多方法價338 絕對不能破 因為如果破都是假的再變 安吉他今天 他想辦法去守366 所以代表每一件事情 現在你要看得非常非常細 香型的夜水區 老師香型我不要操作 你不操作 你不知道他是香型 我這樣講沒錯 你是做到之後才知道是香型 所以說你先把他所有的多方法價 要看得很清楚 那同樣的很多人問 老師記憶體的夜水部分疊很深 不管包括萬宏華邦店 那現在這兩檔股票 我們都看到 法人出現的夜水回補的夜水動作 那很簡單 他的多方法價落在31.7 我直接給大家多方法價 因為我的做法很簡單 我做股票我會不會錯 會錯 你只要多方法價破 我就會停損 我就會停損 這是正常的夜水操作上面的夜水模式 所以多方法價31.7還有13.2 你把它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值 那同樣的2409的夜水有的 香字卡麻煩抄起來 目前空方AC在12.4 我看來比較傾向於 現在面板族群 面板族群有一點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在於 中國的夜水禁令 如果擴及到京東方 那就很好笑囉 京東方是做面板的 那我現在中心半導體 你有光帆的色彩就把你禁掉 那京東方你有光帆色彩 如果禁掉的話 對面板族群有沒有很大的夜水加分效果 所以說12.4把它抄起來 那同樣其他強勢股的夜水操作策略 17.9 28.6 45.5 這三檔股票也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三檔股票 現在已經變成標標準整個人氣股 不是台積電的 也不是你們手中的電子股 這三檔股票的多方法價 一定把它抄起來 所以基於上述的夜水理由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目前台北股市還是震盪偏多 可是它的操作難度真的有一點高 你在食物上面的夜水操作 應該採取急漲 急跌 反向操作 急煞來到多方法價 居然讓今天安吉 可以買在最低的低點 可是急漲的時候 站在夜水條件賣方 你自然就能夠找到未來的財富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找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一環教老師Light跟Tele管 財經檢視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